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这样一个报道上面就写的是说 这禁食行动联络人陈上只表示说 禁食行动尚未结束 林英雄是前往台大医院调养身体 在今天暂时不会回到异光教会 好 那当然林英雄前主席 她的一举一动也牵涉到整个 大家现在所瞩目的 何四到底存废的一些问题 那当然你也看到了 针对这整件事情 面对到了林英雄前主席 无限期的禁食 然后包括在礼拜六 礼拜天 然后有上万人要上凯道 马总统 马主席 马政府 终于亮出了底牌 底牌就是停工 封城 但是不停建 好 我们就来看的是 在最近的我们看到早报的时候 就出现这样 一觉醒来 何四停工 马总统说为下一代保留选择权 那么到了晚报的时候 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江回开了记者会 江回就说这何四政策 无重大变更 停工不是停建 一次之差 千里之遥吗 再看的是还有这旁边写 这已经是最大让步了 非废弃何四 这整件事情到底停工停建之间 有什么一些差别 有达到包括林前主席 或是反合 废和团体 所希望的一些的诉求吗 马总统邀请了15个执政县市长 然后大家一起来会商以后 做出这样一个结论 对于执政党来讲 马总统大概觉得 我已经让步让到这个样子了 林前主席 为什么你还说 你的进食没有结束呢 为什么废和团体 还说没有达到你们的需求呢 原因到底是什么 那大家看到 因为有反合团体上街头 在324 也就是在太阳花学运 然后有驱离动作以后 在今天上午又出现了一次 大规模的驱离 而这次的驱离 胜过也让台北市长好龙斌 也动怒说了重话 好 我们就先来看 是这样一个状况 这样的状况就是 这个冲突四小时 喷水数十次 那么在早上七点钟的时候 就环路于民 而这时候所看到的是 好市长和怒呛绿营说 要挟市民生活如劫机一般 这话说得重吧 那为什么会说这么重的话 在蓝营所有的执政县长 大家一起定调以后 是不是也表示说 这是大家一起背书的政策呢 如果这样的话 执政党是不是也告诉 所有的民众 我们的政策就是这个样 底线在此 台湾未来又会是 什么样一个情形呢 来 为你介绍 今天邀请到的特别IP 好 现在就是立法委员陈雪胜 大家好 那前立法委员姚立明 大家晚安 在新北市议员成名义 主持人好 观众们晚安 在立法委员段仪康 大家好 在盛育人士郑春琦 大家好 在导演柯宇正 大家好 来 我们来看最新的新画面 好 那整个来看的话 对于马政府来说 一定觉得说 我都已经浪成这个样 我都已经说停工 封存了 你还记得吗 在上礼拜五 礼拜五 马叔两个人大吵的那一架 全国大家都说是狂吵 OK 在那里面 马总统还特别纠正 苏主席说 苏主席说封存 他说我没有用这样的字眼 但是现在 经过15个县市大家一起讨论以后 好 那就连封存之眼都出来 停工封存都已经做了 但对林前主席来说 今天还是强调 近时没有结束 而废核团体也说 并没有达到他们的诉求 真正这样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来 怀圈 好 我们再来看 是马总统这边 到底是不是拆了核弹的呢 新来看的是 4月27号这天的 马总统 他邀请的是 执政县市首长会谈 那么首先来了解的是 第一个就是核四 一号机不施工 安检后封存 二号机全部停工 那么还有就是 召开全国能源会议 那么到4月28号 这天行政院长张英华则说 他说核四厂机组 封存停工 不是停建核四 更不是废弃核四 也非重大政策变更 还有说就是 公投门槛 没有必要修法降低 而另外一方面就来看的是 林英雄先生 在一开始 他的诉求是 第一个就是停建核四 第二是公投法先修改好 核四公投才有意义 到4月28号这一天呢 就是在看到 这个林英雄先生 早上到宜兰去借一组 下午的时候 到了这个台大医院调调 好 那整个来看 陈姐 马政府让了没 马政府变了没 让了没 马总统让了没有 其实不是我关心的重点 我一直在这个节目讲说 我们是不是为什么 为什么不做决定 江一华在讲说 总统讲说 这个留给下一代 他们去做选择 为什么要留给下一代 胖手山也为什么要留给下一代 所以停工封城 你觉得没有意义 要现在就决定 要还不要 你们先告诉我 为什么现在不能做决定 那天你刚刚讲 那个马叔两个就吵 各说各话 我们一直要问说 有权力的人 为什么只要各说各话 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你说永远这样子 为什么不是对话 争锋相对 负责任的对话 就是谁讲受 谁就让步 谁就改改就改 他们不啊 然后好像各自都讲的很有道理 实际上都是各自不用负责任 然后就是把时间拖掉 这是我最不能忍受了 他有没有让 我觉得让就是拖 拖就是给后面 这是不对嘛 他们是有权力的人 OK 更重要是他们是有责任的人 你今天有责任 该做这个决定 老百姓告诉你 像林小师 立即就做决定 你们为什么不呢 你凭什么不呢 你不能这样 因为我们 我们这个 有一些人在讲什么公投 我都不是太赞成 我一直讲说 这马英九特别是这样一话 要把公投丢给我们 你要先告诉我们 为什么你做不了决定 要交给人民做决定 OK 你说我无能 我不行啦 我不懂 或者是我明明知道 可是我不敢 我没走 我没有用 我就是不想负责任 那你讲白了嘛 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一直问一个问题 何是不是 昨天忽然间冒出来的 争论了这么久了 那你留给下一代 又能够怎么样 科学万能 到时候合肥料可以处理 还是怎么回事情 我是觉得说 如果我们对一个重大的公共政策 可以这样一眼 而且不只一样 包括我们对台电 我们对很多服务 这个社会永远都是这样 负责任的人 该做决定的人 就是各说各话 时间就要一滴一滴耗掉 所以老百姓要说 你们马上做决定 你不能做决定 理由说服我们 如果没有办法说服我们 就是负起责任 把决定做了 不要拖 不要推给别人 OK 如果整个来看的话 崇伟你觉得 马总统算是很大的让步了吗 非常大的让步 虽然还是在讲 没有核安就没有公投 就没有核四 但上个礼拜四 找我们去开党团大会的时候 那现场的氛围 就是非常吊诡 因为马总统就在楼上 他就没有下来 然后透过红袖柱在居中 然后把这个 还居中协调这样吧 对对对 把那个党团的 最后决议文字 做出来 这就是马总统的一个 市政的个性 因为他要党团 支持他 去做停工或封存 但不是从马总统嘴巴讲出来 是立法院有这样的一个 为什麽不能从马总统嘴巴讲 因为 因为这跟公投一样 你们做决定 你们做决定 所以这个思维就是 刚刚春琪讲的 这是一贯的思维 就是我不会 行政员自己来做决定 OK 那如果就国民党来讲 那不是我党主席做决定 是党团做决定 意思就是说 这是大家的决定 大家跟我来创断 事实上是他的决定 但实际上他已经定掉 而且在礼拜四那天 我们深刻感觉到 虽然嘴巴大家都没讲 这个封存 当时也没有这个视野 但大家嘴巴讲的时候 封存就代表了一个 真正的停工 也是真正的停建 就是和事不完了 OK 但是这句话 从国民党执政 这个团队来讲 他说不出口 所以我也是跟 所有反韩人士讲 就国民党来讲 这场戏已经结束了 因为就马英九来讲 本来是没有和安 就没有公投 就没有和事 他是要往和事兴建路走的 但现在没有和安 没有公投 没有和事 就是他不完了 从和安这个地方就停下来 因为和安完了以后 没有后面了 所以不会有以后的事情了 所以对我们来讲 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 对嘛 这种来讲 算是事政上的一个挫败吗 是很大的转变 OK 转变 是不是失败不知道 但是能够让他 做这么大的转变 是很难的事情 你看之前福茂 这么多人给他那么多建议 但他没有退 但这次和事我必须讲 他在一个关键时刻 他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这个改变 最起码让两列要对撞的火车 找到了一个可以安全的空间 至于怎么样让大家相信 我的停工就是你的停建 我倒觉得可以大家自自来斟酌 即使不要在自演上玩 但在实质条件上 让他真正符合双方的期待 如果真的这样讲的话 对民进党来讲能接受 就停工 现在大家在讲 甚至还有人问说 这是法律人才懂的 是不是 就停工跟停电 对到底有什么差别 对民党来讲能接受吗 从昨天下午到今天 从昨天国民党的县市长会议 做成那个决议 然后到昨天晚上 行政院发言人出来讲话 然后今天早上 这个江院长开记者会 达到了一个结果 就大家都很困惑 大家搞不懂 也就是说 我坦白说就是 好 你说 从媒体上反映 告诉我们 跟刚才这个陈委员讲的一样 说国民党不玩了 可是你说 这个从这个 这个江院长的记者会 如果我们相信 他的记者会 讲的是真的话 他说停工不是停建核四 更不是废弃核四 好 我现在盖个房子 你说我现在 因为这个 这个跟邻居有纠纷 我现在这个工程暂停 或者是这个市政府 停工两个月 处罚你停工两个月 表示什么 表示我这个问题解决之后 我继续盖 这叫停工 那如果说 我这停建 我没要去 我没了 就你们不要再来 再来跟我抗议了 我不盖了 这叫停建 对不对 那所以到底是停工 还是停建 你现在不能跟我讲说 我现在说的是停工 但是你要相信 我骨子里叫停建 那我要看你讲什么话 你告诉我说 停工不是停建核四 更不是废弃核四 你告诉我说 如果核四不盖了 甚至核一二三都要停止运转 对台湾能源供给的影响非常大 以后我们会承受不了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说 这都应该好好地讨论 讨论我们有没有办法承受 以后的能源的负担 而不是讨论废除核四 所以那你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说 因为你们现在有林英雄在绝食 有像科医症你们这些人上街去抗议 然后我跟大家讲说 我现在不要惹麻烦 所以我现在跟你在讲说 我现在停工 那么以后呢 这个等到这些困扰都过去了 或者大家觉得电不够了 然后我们现在重新再来讨论说 是不是要把这个核四 要把它盖完成 好那你说 这要大家相信说 这叫国民党说我不完了 核四我不完了 就结束了 这有一点让大家不是很放心 所以要不要把话讲得更清楚一点 我觉得 对我要怎么讲更清楚 你就告诉大家 有一些很具体的这个事情 你要不要让大家知道说 好以后核四的预算 我就都不编了 你看 102年 台电编了117亿为了核四 103年 今年 还编了81亿2000万 那你告诉我这怎么回事 你要不要告诉我们说这个预算 我这个不盖了 我还要花 今年还要花81亿 这是怎么回事 要不要这个预算 我们重新 我答应说 好这个预算我就删掉了 至少告诉我说 我不会再核四再花钱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你江院长说 这个燃料棒我不会插 不会插 不会放燃料棒 大家很担心的 那你要不要讲得更具体 要不要譬如说 在立法院来 过来立法院报告 你江院长过来立法院 做个专案报告 跟大家把这个话 在立法院再讲一次 然后朝野党团做一个决议 把这些都放在里面 包括预算怎么处理 耳后都不在编列 包括燃料棒就不会放了 这些要不要给大家一个 更具体的一个保障 好 我可以承诺 我可以接受不要在 停工跟停建 这个字眼上面 在这个打转 但是你实质上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状态 你要告诉我们吗 因为你现在只有一个说 好 说这个一号机安检之后 这个封存 可是安检呢 好 你台电又告诉我们说 或者是这个 这个原委会告诉大家说 所谓的安检就是要运转 运转就是要放燃料棒 这个讲起来也有道理 这个飞机是非 你不飞怎么知道 你不飞怎么知道 安全不安全 怎么知道 所以那你要告诉我 这个所有的人最担心的 包括去放燃料棒这些事情 你会不会告诉我们 都不会发生 我所谓的安检 只有做最基本的检查 哪些会做 哪些不会做 你很明确告诉大家 大家才会放心 你不要只有这一句话说 好 我这个安检之后 我就封存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大家不放下 你说以后公投决定 那这个公投是什么意思 这个公投 如果照我们的想象说 我现在和事封存了 我以后如果大家好委 要拿来把它盖好 我要经过公投 这个公投命题 命题怎么命题 你是正向的命题 或者负面的命题 你要不要把它讲清楚 如果照马总统讲法 他以后还是负向的命题 说大家是不是赞成 和事不在兴建 那你还是同样的命题 又回到两龙公投的那个 那个老问题上面 你这个东西 你要不要解决